什么时候我才能有这般软弱的女儿啊 盈盈 你怎么样 还疼不疼 怎么回事 灰 灰冰王 是 是我家王爷晕倒了 知道你晕血 还没叫你进来 特意将孩子抱出来给你 你着什么急呢 方才他倒下去时脸上的肉都在颤抖 不过想必有这一身肥肉护着 方才也没有摔头 人家不也是着急想进来看看你 他这么担心你 你还笑话他 谁让他进来了 你来做什么 不陪皇后过夜吗 我方才听到了什么 陪皇后过夜 难不成母妃今晚出宫 是因为吃醋 父皇 母妃 我听到了什么 到底什么情况啊 父皇 你真的去陪母后了 老七 管管你的王妃 朕与皇后什么也没有发生才说了 不是你让我去昆宁宫的吗 我让你去你就去啊 你平日里怎能不见这么听话 朕哪一次没有听你的话呀 可是 可是 也可是了 朕只是去瞧瞧皇后到底想做什么而已 哎呀 朕瞧瞧朕的小孙儿 大孙儿 小孙儿 还有个小孙女 皇上今晚可高兴了 朕自然高兴啊 恭喜父皇 好事成双 这可是好兆头啊 是父皇有福气 咱们南郡有福气 赏 都赏 元宝啊 你平日里不喜欢跟云姐姐她们一起玩 现在有人陪你玩了 开不开心啊 开心 等她可以走路了 我要带着她出去玩 跟田田和黑友围一起啊 哈哈哈哈 这两个娃娃还没取名字呢 宁儿 你觉得她们叫什么名字比较好啊 父皇 您在跟前呢 儿媳可不敢月祖带袍了 您是皇祖父 这两个孩子还是您来起名比较好 你会这么名是礼 当初元宝的名字不就是你起的 朕觉得挺不错 皇上 咱们元宝的名字还未敲定呢 不管是字还是大名 不如今晚一并确定了吧 元宝的名和字 嗯 这的确是件大事 这件事朕要好好琢磨琢磨 急不得 元也不急 只是在元宝 急冠之前总得想出来 朕在你眼里就那么傻吗 十几年 连个名字都想不出来 还急冠之前